欢迎大家收看《要财财经》台的直播时间 来到这一节是发达广场的环节 我身边请来我们的要财证券的事务总监 郭思智 郭老师在旁边 郭老师你好 你好 3.3和大家都跟进一下A股方面的收市表现 看到三大指数 升超过2% 上证指数今天来说 收报在2,086点 升了41点 升幅2% 深正城市 升了195点 升幅超过2% 收报在7812 至于护心300指数 收报2267点 升了55点 升幅2.49% 换言之 三大指数的升幅都非常明显 郭老师先问你 今天来说A股可以做得不错 其实来到资金流动性方面 以及大家的憧憬 可能来到不同政策 推出的利好情况下 可否看A股都可以提高很高的线 今天的成交金额明显增加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 上证指数 虽然暂时不能跟大家说 一定已经结束了个跌浪 但是大家记得在这个节目上 我经常提出一个技术上的阻力位 2,060点 最低限度 上证指数今天是收到2,060点 技术上来说是有一个进一步向上推升的形态 看看市场的走势怎样 其实来说现在环绕着市场 除了一些资金链的因素之外 最重要都是看政策 因为去年的三中全会之后 在政经方面 其实看见经济方面 暂时未有大的政策推出 市场人士失望之余 亦令到部分持货比较重的投资者 是逐步逐步减持的 但是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由去年6月份的低位1849点 开始到现在 其实是没有跌穿的 暂时上证指数仍然仍在 1849点到2270点之间 是上落等变的 为了维持整体经济能够达到7.5%的增长 我相信经济范畴的政策 始终都会出台的问题 何时出台的意思 会不会是一部分的资金限先一步 亦都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从一个技术上来看 A股似乎有机会形成一套短期的上升轨 不过现在这一分钟 这条上升轨可能漸漸形成 但是不能100%确认 因为由1984点开始的上升 技术上来说 由于上证指数 已经走上去2060点这个水平之上 即今天以2086点收市 应该是若不在这个区间的 换句话来说 1849点和1984点 如果连线上来 这条就是一个短期的上升轨 当然 往后会不会是进一步向上推升 如果突破218点的话 那条上升轨我会滑下去了 即是整个A股的势头 将会漸漸形成一条一个上升三角形态 阻力不需要说 一定是这个技术上的小商订 去年9月12日的2270点 以及去年12月4日的2261点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来说 有一个上网的趋势 因为上证指数是收在 421点的框框里面的上半券 如果在下半券走的 就反复是低位的格局了 相反来说如果是上半券走的话 多多少少都有利于进一步向上挑战的高位 当然 最终都要看资金入市的态度 或者能不能持续性 其实A股经历了那些几年的下跌之后 大部分投资者对A股的看法 都是相当相当之负面的 包括有些人就认为 就算有少少的反弹 大升的机会都还是比较微 另外有部分人士在去年 比较差的时间 甚至乎失望之余 结束了股票的户口 这在座显示了 投资者对A股的看法 都是普遍略为偏淡的 但始终你去到1800、1900点 这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有一定的直拨率 有一定的直拨空间 技术上不用多了 看上去2200或者高一点 始终是一个升幅 所以在资金没有太多出路之下 不排除了部分资金 已经先行流入股市里面 这一两年来 其实A股大致上去到2400 已经受了 包括前年的2478点的高位 和去年的2440点的高位 这属同一个区间 换句话来说 下一阵升浪 如果整个中期升势 可以体现的话 上证指数一定要升破2270点 可以确认高低脚式的 小商底的成立 亦可以确认短期的上升轨的成立 在那一刻来说 目标将会直指2334点 第一站是去年5月20的高位 再向上望 就是去年的高位和前年的高位 能不能够突破 这个时候真的下回分解了 事实上经历了5年 接近差不多4年多 4年多的跌市 上证指数已经由 09年8月4日的高位 3478点 跌到去年6月25日的低位 1849点 即使期间经济每年增长是8% 其实不止的 有一段时期 但股票每年平均下跌12% 一来一回就20% 如果你看看基本因素 看着经济增长来入市的话 对不起了 这几年无论你买得多便宜 你也是要输钱的 所以 才令到一般省户的资金 走去其他途径 尋求一个投资的机会 房产业已经是没得炒的 因为中央在政策方面 是不断的规限的 令到一些想投机炒卖的活动 逐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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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的 也相对比较低 所以很多人除了股票之外 漸漸吹响於買一些理財產品 這也是市場暫時的一個隱憂 因為內地的理財產品 其實涉及銀碼是天文的數字 有部份市場人士擔心 像國有銀行、中工建隆這些大銀行 相關的理財產品當然有國家的保護罩 問題應該不是那麼大 但這些地區的金融公司 或者一些比較小的銀行的高息產品 其實很大機會遇上 隨便一方面的貸款人士是違約的話 就不能夠履行合約 到其是問題就會出來 最終可能有個別的事件真的會出現 才能夠令到市場覺得 最差的那一刻可能已經過了 現在大家都擔心這件事件 最終都會爆一爆 變成入市的資金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亦都可以解釋得到 為何一眾內銀股 這一年來走勢持續都還是疲弱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他們全部都跌過籠 但跌過籠不是代表明天會升 後天會升 亦都要考驗持貨者的能耐 如果你問我現在這個股值 是相當吸引的 包括市盈率、息率 都可以去到一個 可以中線吸納的水平 只不過現在買下來 如果大市上升 一會兒又會升其他股份 包括博彩股或是科網股的話 就令到資金對這個板塊 始終來說是比較卻步的 這是市場大氣候的轉變 是沒有辦法的 自己本身也有些技術上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A股的上升其實有少少是升離了1,985點的走勢 在技術上來說是升了一個好的現象 但是能不能夠持續地進一步向上推升呢 真的要看資金入市的態度了 而資金入市又要看政策 還有看一些理財產品事件到底發展是怎樣 總的來說 好得來都是略帶一些比較欠明朗的因素擺在那裡 所以可能暫時的波幅都是有 不過是升幅都始終可能欠奉的 請郭Sir對於A股方面的分析 跟大家順便跟進一下A股ETF方面的最新表現 看到安石A50升超過1% 現在暫時正在做8.7 至於南方A50最新報8.77升超過1% 華校虎深300最新報29.1 先幅接近2% 這段時間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郭Sir在旁邊 亦都是我們的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想打電話跟郭Sir直接對話 問一下股票行程的話 馬上打電話來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是一張問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 at DSChannel.com